大家好,这次课呢,主要是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VBS里面啊,常用的一个数据类型叫数组 数组这个东西呢,在我们所有的编程语言里面啊,不管像C元啊,Java啊,或者是什么C下牌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语言里面 数组的话呢,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什么数据类型 在VBS里面也不例外啊,也不例外 那么在VBS里面的话,它也有所谓的一维数组,二维数组之分啊,那我们这里面呢,主要是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一维数组啊 因为平时用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另外呢,在数组,在这个VBS里面啊,对数组的定义的话呢 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呢,叫定常数组啊,叫常量数组 还有一种呢,可能是我们的叫动态数组啊,当然呢,动态数组用的不是说特别多 所以呢,这里面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定常数组啊 那我们同样的跟之前的课程一样 用这个VBSedit给大家做个展示啊 首先呢,我们定一个数组,比方说定一个username 好,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地方啊,你所设定的username2 它其实表明的是username这个数组元素最大的可用下标是2 那么,那么数组下标是从0开始的 这个地方最大下标是2 那么我们这个username这个数组里面,大家觉得一共有几个元素 是不是有三个,对不对 好,那这里面呢,我给了三个数字元素进行什么呀 复制username 0等于,好,拷贝一下,拖过来 2,1,是吧,三个元素 然后这个地方呢,就写什么呀 张三,李四,王五,张三,李四,王五 对吧,然后呢,接下来怎么办呢 我们开始求一下 输出这个数组元素的最大什么呀 下标 还有一个这个数组元素最大的个数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最大的下标呢,我们用这个最大可用下标啊 明明你就知道,但是我可以通过编程的方法把它实现查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写 等于什么呢,ubound用这个函数来写 然后呢,最大可用下标是多少 它应该是等于什么,a,area什么呀,bund 加几,加1,最大可用下标加1吧 是不是这边是数组的什么长度 那如果是我现在需要把数组里面的每一个元素打印出来怎么做呢 for什么呀,i等于几,等于0,不能是1,啊,0 因为最大可用下标是从0开始的 2多少 2这个你刚才求出来的最大可用下标识嘛 对不对 啊,这个地方改一下 message box 应该是username后面跟多少 这个地方多少,i,对的,x,next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呢,再定一个什么呀 变量i,好 数组的代码大概就这样子 那我们来执行一下看一下 它是不是把这个张三,李四,王五都打印出来了 对吧 这个的话在我们后面这个做自账测试这个胶盘设计的也是比较有用的啊 比较有用的 因为它可以从我们什么呀 比方说如果你用FSO操作的话 可以从我们的文本对象里面查找出一些测试数据啊 挂的封存在我们的什么呀 这个数组元素里面 好,这个呢就是给大家讲的我们在VBS里面定义我们的什么呀 数组啊,定义我们的数组以及什么基本的一种操作方式方法 希望朋友们呢花点时间多看一个多练一练 还是那句话不要去看太多的书籍 还不如多看一些实力,对吧 好,这个课呢就给大家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